再生能源 还有台电的标案 受惠概念股 我看它哦 哈喽我是颜希 欢迎回到这集的 话说台电呢 在过年前举办了年终的记者会 发表了2022全年的 绿电的发展成果 台电说啦 从去年第三季开始 离岸风电是陆续的病亡 再叠加原来的路上的风电 太阳能还有水力发电以后呢 总计2022年 我全年的再生能源 占比拉高到8.5% 但是展望今年 哇台电很好 有信心拉到10%以上 当然呢 政策这里是持续的推进 所以相关的供应链 当然就是会有利多嘛 好啦 所以这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两间有关台电强化电网 还有再生能源的受惠概念股 那其中一间就是粉丝敲碗很久的 华城电机 那另外一间呢 则是最近比较红的 就是业务包山包海的 深微能源 内容上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两间公司 今年的利多有哪些 然后又该注意哪些风险 过去的几集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今年的投资逻辑 就是避开消费性 把重点放在 明确政策支持的产业上 如果对再生能源 还有台电电网计划 有兴趣的好朋友 就一定要看完这一集哦 同样开始之前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是我持续坐在这里分享下去的动力 好那我们就开始这一集的主题 我们换个场 说到台电这次5600亿的电网计划 其实主要是希望在10年内 他要投入三大主轴 包括4379亿的分散电网的工程 1250亿的精进强固电网工程 还有16.9亿的强化系统防卫能力 这三个大的部分 是在台电已经大概回围了20年以后 再度推出的一个巨型电力的系统的投资案 那总金额比上次2001年的 第六书变电计划来得多 根据过去这个六书计划的经验来看 他的执行的时间 2001到2006大概花了5年 总计重电设备采购1356亿 那我们今天主角就是华晨 也是当时这个六千案的最大的受贿者 那平均每年取得18.33亿的订单 贡献每股的税前获利大概1.1 相比第二名的中芯店 金额大概只有10.44亿 贡献获利也相对低是0.23 自然啦就非常让人期待 这一次华晨的受贿状况 那不过呢从台电推出这个计划以后 重电产业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其实就一直是大家市场上关注的焦点 其实你要稍微看一下台电的 重电业的主要供应商 除了资本额最大 东元 其他像是市电啊中芯啊华晨啊 这些产业的巨头 其实都是大家关注的标的 那过去呢我分享过1513的中芯店 他是靠着全台市占八成的 绝缘开关的GIS 大客台电的电网更新计划 在华晨受贿的部分呢则是在 69kV的变压器上 这么讲大家可能不大能体会 华晨受贿的程度 这里我简单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 台湾的输配电的系统 是怎么样的运作 那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整个电力系统从发电到电力的传输运送 再到中端的使用的单位后 不同的单位 他会对应不同规格的电压 这中间都需要用变压器 其中又以69kV的使用量是最大 因为他在整个输供电系统里面 是最基础的规格 对应最多的使用单位 那大家要了解 变压器的等级越高 利润也越高 所以毛利率来看 一般的配电盘大概只有12到15% 中型的变压器则有15到20% 那大型的变压器就普遍在20%以上 而69kV就是属于大型的这一块 那你再看到 华晨去年的状况 其实有75%的营收 来自输配电系统的变压器 产品的市占率大概35%到40%之间 是台湾的电业里面 最主要变压器的供应商之一 不过呢 我觉得华晨之所以跟其他同业 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外销实力上 因为华晨他就是台湾重电设备的 最大的出口商 除了历年他都有销往美国的记录以外呢 市场还有澳洲、日本、东南亚 2022年呢 他已经完工了51台的电力变压器 以及46台的配电变压器 那受惠哦 美国的2.3兆的基建计划 还有再生能源的持续的推进 今年看到他的外销还会成长哦 所以呢看到今年公司认为啦 在营收比重上面 台电的标案还有外销市场 这两个大的领域 大概会各自占到30%到35%上下 绿电的领域包含 离岸风电还有电动车充电 也有三成的幅度 那目前呢 公司在手的订单是超过50亿哦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3到4成 而且订单的能见度也不错 看到半年左右 所以呢 华城自己对未来的2到3年的营运 也非常的乐观 各家的法人也预期啦 他会受惠台电 还有外销还有绿能 这三个大的领域 所以呢 华城在今年的获利成长 会有3到6成不等的空间 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那再来我们聊聊6806的森微 森微其实就是正微持股47%的子公司 主要的业务是乘坐再生能源电厂的新建 还有电机工程 还有节能这类统包工程 其实这里比较让人家惊讶是说 他们的业务几乎涉足了所有的再生能源的领域 从太阳能发电 离岸风电 路电风电 除能 小水力发电 哇还有 持股八成的新兴天然气 都是台湾第一间取得 异化天然气的民营公司 范围非常的广 甚至有人开玩笑的说 森微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小台电 我认为森微今年比较大的看点 就是你去观察一下 他台电二企离岸风电的标案进度 因为森微在去年6月取得 538亿的封厂财物采购的安装案 在9月又拿到施工许可 若工程进行顺利 这个很重要喔 那法人预期从今年开始 森微可以依照工程的进度 逐年任列100亿 200亿 238亿的营收到2025年 所以呢 预期在2026年呢 封厂并往供电以后 每年还会有12亿的违孕营收 所以对森微有兴趣的好朋友 这里要特别注意 今年这个最有机会贡献营收的项目 那长期来看呢 森微在1月11号 他也跟台电签约了 未来将供应南科600MW的电力 那这个电力来源就是 你可以看到森微 接下来要盖南科天然气的发电厂 那由于台湾的能源政策 将天然气的发电的目标 定在2025年要占比50% 那台电呢也先预告了 2025到2026会有2970MW的装置需求 那你看到森微现在这座天然气的发电厂 规格只有610MW的发电量 所以呢 法然现在也预期啦 如果中油供应天然气顺利 这个电厂在2028年 还会有第二期 第三期 共计1200MW的发电量要扩增 所以看到啦 发展空间很大 那当然呢森微还有绿电交易 还有除能电厂的业务 不过呢重点 还是观察我前面讲的 离岸风电的开发进度 那法人预期他受惠风电厂的工程进度 是持续的进行 所以呢他会贡献今年的营收成长到百亿水准 EPS大概会在5块上下 这个就给大家参考啰 好啦那这一集内容差不多聊到这里 最后还是一样 几个重点给大家 这里要讲一下 不要每天给我按到最后面听重点喔 你要先有因果的循环 你才知道重点 好第一点就是 收回台湾能源的持续转型 相关供应链预期会有长期的订单 那第二点呢 华晨他本来就身为台湾重电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今年他会收回台电标案 外销还有绿能 这三大领域 大家可以持续追踪 第三点 森微是近期市场 现在讨论度非常高 不过呢我还是提醒一下 工程的顺利与否 会关系到森微今年营收获利的表现 所以呢有兴趣的好朋友记得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吸引力 后续的追踪 好啦那这集节目就到这里 新的一年新的挑战 大家准备好了吗 这里还没有追踪沿溪吸引力的好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 还有加入我们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成长 如果同样对节目有什么意见想法 都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大家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